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评 第159集 SS级战区那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王级怪兽的攻击一般都能扛下 只有经历一次又一次王级怪兽攻击 才可能裂开 就比如钻山锥 也是在罗锋十二股念力操纵下 才能钻破SS级作战符 否则 拿着钻山锥 就算是战神 都破坏不了SS级作战符 天哪 我没有用任何力气 仅仅是走路 一脚踩过 他就能破开我SS级战区 罗锋拿着手中的血红色刀锋碎片 仅仅是拿在手中 罗锋都感到一股莫名心寒 似乎那锋利刀锋可以切割开任何物品似的 他 他到底有多锋利啊 罗锋连忙脱下自己的战靴 右手拿着刀锋碎片 轻易挥动刀锋碎片 就仿佛切割豆腐一样 SS级作战学直接被削得一片片掉落 似乎没有一点阻力 我根本没有用多大力气 估计十吨力量而已 就轻易切割开了SS级材质 如果我用全力 切割开兽皇防御也很容易吧 一想到这里 罗锋心中一颤 仿佛见鬼一样 看着手中刀锋碎片 这是一件逆天兵器 比顿天梭 不知道强大多少倍 仅仅兵器本身碎片 都能切SS级材质 如切豆腐 兵器威力太大了 这把兵器 恐怕都足以威胁到怪兽兽皇 可以威胁到红河雷神了 不 这兵器太可怕了 暂时绝对不能暴露 一旦暴露 恐怕就算再重视我 红河雷神 也不可能任由这逆天兵器 在我手中 罗锋很清楚这一点 这绝对是地球上 现如今最强兵器 不可思议的兵器 这 这到底是谁的兵器 它又怎么会碎掉 罗锋仔细抚摸着 雪红色刀锋碎片 隐隐都能感觉 这刀锋碎片传来的古老气息 那是不知道沉寂了 多少年的气息 抚摸着这雪红色刀锋碎片 罗锋的心是颤抖的 紧张的 没办法不紧张 这就好像是一个乞丐 突然发现某一个废弃工厂内 藏着数十堆 每一堆都有两人高的黄金似的 这种震撼是一种颠覆性震撼 仅仅需要很小力气 就能切割SS级战区材质 这可以让地球上任何一个人疯狂 冷静 一定要冷静 这种头脑发热状态持续了好久 罗锋才渐渐冷静下来 才开始冷静思考这件事 很明显 这只是一块刀锋碎片 我是精神念师 我可以念力操控 将其当成飞刀一样使用 去杀敌 不过 对于红和雷神而言 刀锋碎片的吸引力 并没有之前我想的那么夸张 冷静下来 罗锋也明白 红和雷神都是武者 红是使用长枪的 雷神是使用战刀的 而这种刀锋碎片给他们用 他们也没办法使用 熔炼兵器嘛 这么七才智 想熔炼恐怕很难很难 罗锋虽然对手中 这血红色刀锋碎片 不太了解 可短时间内接触 他就明白 这绝对是一件 非常非常可怕的兵器残片 那等兵器残片 怎么可能抵御不了 超高温 超低温 红雷神拿着碎片 也很难做出攻击 碎片这玩意儿 也就精神念 是能念力操纵使用 不管怎么样 在没有百分百 在保护自己能力情况下 这刀锋残片 我还是不用为妙 罗锋瞬间做出决定 从今天起 这刀锋残片 我贴身收藏 正常绝对不拿出来 除非一道困境 才拿出来杀敌 而且一旦出手 必须将对方击杀 在心中 罗锋已经将这刀锋碎片 当成他最强王牌了 毕竟全力施展 钻山追 也是耗费点力气 才能破开SS级作战符 显然刀锋碎片 威力更大 去 罗锋心移动 念力卷住 刀锋残片 同时左脚也脱掉战靴 左脚战靴 和右脚残缺战靴 都被念力卷着 悬浮半空中 破 刀锋残片 在念力操纵下 化随到雪红色光线 很轻微声音 两只SS级材质战靴 在雪红色光线 迅速来回折返期间 战靴迅速地 被一次次切割 戴德罗锋停下 两只战靴化为 大量碎片 从半空坠落 威力好强啊 而且飞行速度也很快 明显超过失倍音速 竟然没有音爆声 罗锋倒吸口凉气 一般战神使用数百公斤兵器 都能挥批出数倍音速 而罗锋 一个行星级一阶精神念时 念力操控一吨多重的刀锋残片 速度快是正常的 不过按理说 速度应该赶不上 使用那些很轻的刀片 飞刀 可是 真正实验起来 才发现件怪异的事情 这刀锋残片 超过失倍音速下 划破空气竟然没有产生音爆声 在刀锋残片面前 似乎连空气都能为轻易切割 空气产生的阻力非常非常小 要知道 速度越快 空气阻力越惊人 而刀锋残片惊人速度下的空气阻力 却很小很小 这才令它虽然有些重 可速度比罗锋使用飞刀 也慢不了多少 空气阻力都这么小 如果是有一柄这样战刀 战刀灰劈起来 速度恐怕还快上数倍 罗锋愈加喜欢这刀锋残片 罗锋看向身上的黑色作战服 黑神套装 黑神套装一直以防御惊人出名 极为惊人 不知道 这刀锋残片能不能剖开黑神套装呢 罗锋心中涌出这个念头 再无法遏制 当即心移动 黑色手掌迅速暴涨 延伸了足足三米长 雪红色刀锋残片悬浮旁边不远处 是刀锋残片攻击厉害 还是黑神套装防御厉害 罗锋双眸放光 去 心移动 雪红色刀锋残片一瞬间 就疯狂加速化追到雪红色光线 因为其本身特殊炼制方法 结构令着刀锋残片产生的空气阻力小得惊人 耳朵只能勉强听到一阵微弱风声而已 雪红色光线就已经切割在黑色大手掌拇指上 呼的一下 仿佛切入树根一样 切入大量水草缠绕刀锋残片时的 明显很是艰难 在极为艰难之下 刀锋残片终于切割而过 而黑色大手掌的黑色拇指也是一阵流动 就仿佛水流一样迅速跟黑色大手掌连接一起 宛如没有丝毫破损 这真的破了 老天哪 罗锋心中一阵狂喜 他知道黑色套装的防御肯定是有极限的 不可能面对任何攻击都能削弱旧城 可是 自己一个行星级一节精神念试 靠着气刀锋残片 竟然真的就切割开了黑神套装呢 虽然只是一瞬间 紧接着黑神套装就恢复完好 可罗锋当然记得清清楚楚 好家伙 够狠呢 不过这黑神套装防御厉害 我切割SS级材质 如同切割豆腐 可切割黑神套装却极为艰难 难怪我钻山锥全力都破不开黑神套装 罗锋心中一阵愉悦 他明白 从今天起 如果真正的生死战斗 第三一掌 第四一掌 第五一掌 面对自己 恐怕都是必死 不过面对红河雷神 罗锋就没有多大把握了 这弟弟能发现木牙精 现在我又发现了刀锋残片 会不会还有其他宝物 比如其他刀锋残片呢 罗锋心中一动 生出这样念头之后 罗锋先和之前半途关闭通讯的虚心道歉 而后继续开始探索 地底一万五千六百米左右 后是岩石层中 目标锁定 已经取得外壳残片 改变暗示 开始接引 一道道肉眼无法察觉 七一波纹略微产生变化 从着地底深处 几乎沿着一条直线 穿过诸多岩石层 抵达正在地底寻找的罗锋身上 这肉眼一气念力 都发察觉的波纹 直接传递进罗锋尸海 罗锋正在逐级朝地底深入 嗯 罗锋看向通讯手表 有电话 喂 罗锋接通 罗锋 是我 柳和 你找到怎么样的 有没有找到木牙精啊 不少议员们都在找 不过一根毛都没发现 柳和有些不甘心 我也没找到木牙精 这玩意儿啊 靠运气的 罗锋笑道 嗯 我跟其他人商量过来 准备再找六个小时 如果还找不到 就回去了 到时候一起回去啊 柳和道 行 罗锋面带微笑 结束通讯 我寻找这么久 也没有发现其他刀锋碎片 嗯 继续往地下找找看 这么久时间 沧海桑田 大陆板块移动等等 密度那么高兵器 估计会呈现到地底 寄身处呢 罗锋继续朝地底前进 此刻 已经深入到地底 九千多米了 九千多米 一万多米 一万一千米 一万两千米 不断深入 终于 一万五千米 目标到来 舱门隐身 关闭 这地底深处 无数岩石层累积 然而此刻 其中一块后石岩石 竟然开始微微蠕动起来 而后呼的一声 就仿佛泡泡被吹得破裂般 那一块后石岩石 竟然直接化为虚无 消失不见 而在之前后石岩石位置 出现了满是灰尘的 半开起的舱门 罗锋正漫无目的地 朝地底深处深入 只是 他心中有一种感觉 如果真的有其他刀锋铲铲片 应该是在地底 往这边走 罗锋纯粹心血来潮 在往地底深入时候 决意换个路线 可是 诡异的一件事是 虽然罗锋随意决定 往地底的路线 可是 他却正在跟那古老舱门 不断接近 不断地接近 直至最后 轰隆一下 撞开碎裂岩石 罗锋一转头 虽然是在黑暗中 可是 行星级强者的势力 令罗锋依旧看清 旁边狭窄夹缝中 似乎有金属 嗯 罗锋控制精神念力 立刻将周围大量岩石 猛的全都挤开 顿时弄出一条 足以让两人并行通道来 在通道尽头 就是一个布满灰尘的 奇异的银白色金属建造的门 而这一扇类似于 智能战机舱门的门 此刻半关闭着 这是什么呀 门 罗锋一个机灵 在地底一万多米深处 出现了一个满是灰尘的门 难道是 一个地球上从未发现过的古文明遗器 罗锋有些激动 他知道地球上已经发现了不少古文明遗迹 而红河雷神就曾经得到过古文明遗迹的文明传承 这可能也是红河雷神在施力上远远甩开其他人的一个原因 这是什么门呢 罗锋性移动 顿时 顿天缩飞出十八柄刀片 十八柄刀片化作迷蒙的刀光 用刀片刀背砸在舱门周围岩石上 岩石被砸得立刻均裂开 一块块脱落 露出了同样银白色材质金属 这古文明遗迹 说不定就有危险 罗锋就仿佛一个谨慎的猴子 想要吃桃子 可是又担心悬挂着桃子的周围有陷阱 就这么一步步靠近 直至距离在二十米左右 精神念力观察一下 在距离舱门二十米处 罗锋谨慎地控制念力 沿舱门渗透进去 观察着神秘舱门内到底有什么 那是 罗锋一下懵掉了 随后双眼都激动得有些冲雪泛红了 难怪误导地底出现那么多木雅镜 遗迹啊遗迹啊 果然发现遗迹才是发迹的最快办法 红因为发现了好几个遗迹 因此一跃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 甚至于可以制造出独特的智能战机 罗锋当即提表黑色皮膜流动 覆盖全身 这处遗迹很大 必须得亲自进去 才能探查个遍 舍不得孩子逃不着狼 罗锋心移动 笨天梭瞬间变为重山盾 而且那刀锋残片也悬浮周围 罗锋眼睛微微眯起 悄然一步就走到舱门口 舱门内是一条大概12米宽 8米深通道 通道尽头是往左右方向一条宽敞通道 木崖精 罗锋低头看着眼前 就在舱门入口通道地面上 一颗颗音有着白色光云晶石 全都聚集一起 10颗 20颗 30颗 密密麻麻 浓郁的米香味 在罗锋步入舱门一瞬间 让罗锋感到窒息 罗锋蹲下来 迅速将这些半悬浮的 聚集成一团的木崖精 一颗颗收入背后的黑色背包中 边拿起木崖精 罗锋还一边数着 289颗 将最后一颗木崖精放入背包中 罗锋依旧感到那快速心跳 心跳声仿佛重锤敲击骨面一样 地球各方势力三天加起来 搜寻的木崖精公开数量 也才仅仅42颗 如果算上一些没有公开的 估计全部加起来 也就60颗左右 罗锋估测出一个大概数字 每一颗木崖精 对地球人而言 都是一笔大财富 红或许得到的有10颗 已经开心无比了 而且还跟罗锋他们 爆出了一颗木崖精 寄予20星辰价格 现在 罗锋在这仓门口 就捡起了足足289颗 比地球各方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这才是木崖精存放地 外面散乱的又能有多少 仓门口就有289颗 里面不知道还有多少啊 罗锋很期待 一个古文明遗迹内 绝对不可能单单只有木崖精 不过单单仓门口就那么多木崖精 至少说明一点 这个古文明遗迹一定是非常富有 比地球上发现的其他大多数遗迹 都富有多了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